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今年是228事件71周年,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今天举办228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的追求讨论会。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一芬认为,总统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对台湾进入联合国架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此外,之前有一些高中生不了解纳粹历史,把大屠杀拿来开玩笑,这对台湾国际形象很不好,希望新的历史课刚纳入纳粹228白色恐怖等历史。 花一芬说,从2016年起,在德国与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共同筹办下,台湾第一次举办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官方纪念仪式。 当时的总统马英九也应邀出席演讲,隔天德国外交部在脸书官网公布前一天,有举办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纪念仪式的国家,也提到德国在台协会举办这场纪念仪式,并以总统持称称呼马英九。 去年总统蔡英文也应邀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明天也将再度参与今年的纪念活动。 花一芬指出,总统连续三年实际参与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个全球性会员国官方纪念仪式的网络之中,这样的参与同时富含了国际社会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肯认与支持的深远意义。 对于台湾进入联合国UN架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不要小看这样的纪念日。 这正是国际力量在帮助台湾如何慢慢进入联合国的架构里面。 此外,花一芬也表示,转型正义要成功,可以让民主深化,一定要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上努力。 过去发生很多高中生因为不了解纳粹历史,结果用纳粹大屠杀来开玩笑。 台北101前面也常有人拿着纳粹的旗帜和政治符号示威,这对台湾国际形象是很不好的展示。 克刚的设置上应该要列入条目,而不只是选项之一。 这是社会能不能落实人权教育的指标。 另外,花一芬认为,高中的历史课纲对于228白色恐怖的授课时数一定要足够,而且要正式列在课纲里面。 这些可以帮助社会把转型正义。 价值真正深化成为人权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